有人荒野求生跟度假一样爽 看多了就感觉你去你也行 可这男人的荒野挑战 却过得狗多不如 蚊子让他喜提新皮肤 大猎豹让他整夜没法睡 饿了只能捡地上的坚果吃 就连水都是虫子家与你一起喝 想捞条鱼来吃 还要自己割肉当诱饵 男人叫家里 求生平分8.5 我愿叫他荒野里的丐帮帮助 从不打猎 只靠捡破烂都能熬到你吐血 他认为荒野求生只要按套路走 只要奖金给到位 别说待个21天了 如果可以 他能熬到节目组破产都行 路边一国只要好看就能吃 发臭了的死羊肉 冻的火锅也不错 大不了狂吐几天接着扛 曾经他就参加过三次挑战 干旱地区生存经验 那是嘎嘎丰富 但热带雨林求生还是第一次 这次挑战他又能不能熬到零奖金呢 这里是巴西中部的热带雨林 别看这里风景美 危险那是遍地都是 毒蛇 每周报这都是常规考验 就算这里的小蚂蚁 都能将你扛起来横着走 蚊子更是多到你怀疑人生 节目组给的东西并不多 但都很实用 一把小砍刀 一口铁锅还有打火棒 距离挑战目的地还有四公里 现在他需要徒步到达水源的地方 这里灌木杂草非常多 时刻都要注意丛林野生辣条 刚进入副本 就遭到了蚊子的围攻 家里后悔没把家里那瓶六十花露水带过来 他打算继续沿下坡路走去 迪娃的地方更容易找到水 四公里的路程他用了两小时 终于来到了目的地 这里附近就是水源 打水喝也非常方便 就是不知道水下的鳄鱼有多少 要是能搞几条说不定也能吃上大餐 但单靠他的战斗力 估计要被反杀 还没走几步又发现了地上的坚果 这可是个好东西 用石头砸开就能吃 不费事不费力 妥妥的荒野大彩蛋 地上还有一大片 树上也有很多 如果家里不挑食 吃这个就能熬到大吉局 走了大半天总算来到一片空地 简单观察后 决定就在这里搭窝过日子 旁边就是水源 周围全是树木 妥妥的一个风水宝地 埋在这子孙后代 大概率都能升官发大财 眼看时间已经不早 首要任务是将火给点起来 周围的木材还算干燥 加上干草绒更容易野人 这个时候点火机的重要性就提现出来 只需要卡叉几下那火苗就成了 要是你 你会选择用哪种生活方式呢 反正我肯定用打火机 还是防风的那种 有了火堆 接下来搭个窝过了今晚再说 周围的木头那时相当多 家里打算在这做个悬空吊床 他可不想晚上被蚂蚁扛着走 只要把木棍横搭在树根上 利用杠杆原理 床架直接踩上去都没事 接着往床架上铺一些树叶当床垫 一个吊床就算完工了 现在水源火堆还有庇护所都有了 家里感觉今天过得还不错 但他开心的还是太早了 到了晚上一只猎豹就把他吓个半次 大兴野兽全围了过来 自己手上只有一把小砍刀 单挑估计不太行 自杀可能还快点 时间来到第二天 昨晚几乎一夜没睡 好在精神还不错 天空眼看就要下雨 给庇护所搞个雨棚很重要 他可不想被大雨淋成落汤鸡 非洲那次一场大雨差点把他整退赛 大雨一点面子都不给说下就下 庇护所也只做了个半成品 没想到早有计划 还是被淋成狗 只能继续砍发树叶造屋顶 虽然手指已经皱得不成样子 但成品看起来还不错 看来今晚应该能好好地睡一觉了 想法是挺好的 但还是低估了这边的蚊虫 火焰没办法驱赶走他们 反而招惹来更多 时间来到第三天 家里来到附近寻找食物 突然发现附近有个野鸡窝 窝里竟然还有两个蛋 他站在窝边犹豫了很久 屁话也说了一大堆 嘴上说不想吃 但身体很诚实 一口一个还不够 家里表示自己还能吃十个 意思就是吃了就跟没吃一样 鸡妈在旁边看着屁都不敢放 我猜他已经把家里全家挨个都问候了一遍 时间来到第五天 家里的饥饿感越来越强烈 昨天吃的鸡蛋根本不管用 现在反而感觉更饿了 现在又里又饿 还想家人 照这样下去 怕是在这熬不了多久了 时间来到第七天 今天是个好日子 刚出门就捡到了只巴西龟 这玩意虽然并不大 但炖个汤勉强也能熬一天 可没想到家里又想起了家里的狗子 龟龟那么可爱根本吃不下 家里还给他取了个名字叫旺财 自己都还吃不饱 龟龟跟着他简直是在受罪 很快明白了自己的处境 家里想通了 于是又把乌龟放回了水里 我真没想到 他居然真的把乌龟放了 拿回家炖个王八汤 他不香吗 时间来到第八天 家里现在非常饿 他非常后悔 昨天手见把乌龟放走 突然在地上看到什么 好家伙 居然有食物送上门 地上这个是狼猪洞 就在刚刚 牛一样大的狼猪躲了进去 家里随手扯下一片树叶 希望能把狼猪从洞里捞出来 他把树叶撕成细条状 然后伸进洞口里 只要在不停地扭动树叶 洞里的狼猪就会被引出来 还是太新奇了 狼猪又跑了回去 家里又在附近找到一个狼猪洞 这次吸取了上次失败经验 直到把小可爱引出来 然后用刀盖住洞口 让他有了无悔 抓狼猪是一定要小心 要是被咬到 亲自全身过敏 重则当场凉凉 家里也不管那么多 一手就将其拿下 还没走几步 路上又遇到一只 一棍将其按住 直接抓住带走 狼猪怎么都没有想到 自己还有被人抓来吃的一天 鱼篓这边也有收获 手上已经有两只狼猪和一条鱼 狼猪直接串起来烤熟吃 并没有想象中的那么糟糕 还是那熟悉的鸡肉味 能整到点肉已经相当满意 到了晚上蚊子还是那么多 现在只感觉后背发痒 猜测后背伤口已经发炎 甚至还可能寄生了虫子 时间来到第12天 这里的蚊子比家里想象中的还要厉害 昨晚一夜都没怎么合过眼 家里洗涤新皮肤 被咬的到处都是包 都不自动会不会感染到什么 其实在非洲也有被西西营咬过的经历 只要身上有伤口 西西营就会拼命咬 那种感觉现在想起来都瑟瑟发抖 这几天都没怎么吃东西 现在就算躺着说话都觉得好累 再这样下去 自己也不知道还能熬多久 一连饿了那么多天 他意识到咱们也得吃点东西了 这里的蚂蚁就很不错 过程虽然有点难受 但吃起来味道还算不错 蚂蚁只是开胃菜 想活着还得要更多的食物 时间来到第14天 家里已经饿得前胸贴后背 身体也是越来越虚弱 要说吃的丛林里根本就不缺 只要你不挑食 这些香松果就很不错 马上砍来一棵树当成梯 爬上去三两刀就能搞到手 只需用石头轻轻一砸 里面的果肉看起来还不错 要是每天都能吃到也挺好的 今晚的蚂子特别多 就像突然集合过来开party一样 家里被咬到傲叫 一整晚都在打蚂子 时间来到第15天 家里已经被蚂子折磨到怀疑人生 钢体的新皮肤现在又搞了个升级版 但凡自己带个蚂帐过来 也不至于过得这么惨 蚂子不仅会传播致命的病毒 甚至还会把幼虫注入到体内 最后就会在体内生长 寄生长大 是不是想想都可怕 所以在丛林求生一瓶花露水 或许能保命 要是没带花露水 搞点泥巴也不错 家里用泥巴涂满了全身 防蚊效果果然还不错 但这陈年老泥巴没想到还有副作用 脸上就像是被火烧一样疼 果然什么海底泥面膜都是智商税 时间来到了16天 陈年老泥粘在身上真的不好受 来到河里洗干净才感觉好一点 接着再撒点坚果吃 来这里天天都被蚊子疯狂抽血 吃坚果的那点营养根本就不够 现在身上到处都是包 背后的伤口还出现发炎溃烂的迹象 接下来的几天 家里一到晚上就被蚊子咬到睡不着 只能白天才能补个觉 至于食物那时啥都没吃上 现在又饿又累头脑还发晕 我真怕它睡着睡着就到了大极局 可能也是饿到航不住了 这才想起要搞点东西吃 家里打算做个鱼搂到河里抓鱼 将竹子劈开分成四半 底部再用腾条编织起来就行 可万万没想到 就在它破竹子时 竟然不小心把手给弄伤了 丛林里到处充满了细菌 即便是小伤口都很容易感染致命 家里不敢继续在水里待着了 得赶紧处理手上的伤口才行 它把蚂蚁窝砸得稀巴烂 然后抓紧蚂蚁袖放在伤口处咬 蚂蚁牙齿就会牢牢地把伤口缝合起来 这是求生知识你们可记住了 时间来到第17天 家里感觉后背的伤口越发严重 感觉里面已经冒浓 而且还有东西在蠕动 搞不好里面可能还长了蛆虫 现在又困又饿还很累 找来藤曼继续完成捕鱼篓 家里把所有的希望都寄托在鱼篓上 只好的鱼篓只需放入鱼耳 然后直接放到水里就行 水里小鱼看着倒是很多 但拿起来却毛都没抓到 就这运气 我徒手抓可能都比它强 到了夜里 野兽再次来袭 家里听到野兽就在营地附近 贸然上前驱赶肯定被反杀 只能坐在床上 用打火棒打出火花来驱赶 时间来到第18天 营地周围都是大爪子印 估计昨晚来了不止一个大家伙 继续待在这里 都不知道什么时候会搞出意外 这样下去也不是办法 至少弄个围栏来防护一下 让自己晚上睡起来安心一点 家里打算把庇护所周围装上一圈篱笆 虽然会消耗掉大量的体力 但是只要晚上睡得安全 这一切都是值得的 就是不知道这里吧 能不能挡得过每周报 有哪位朋友知道评论区告诉我一下 只是简单搭个围栏 家里累得腰都迟了 时间来到第20天 家里大早就来到河边泡澡 背部伤口感染越来越严重 现在感觉又痛又痒还发热 只有泡在水里才感觉会好些 节目组的医生来给他检查身体 好在伤口并没有感染充卵 只需把化弄部分切下来消毒就好 一生几刀就把腐肉切了下来 这可是上好的鱼饵 拿去放鱼搂 效果肯定不错 家里把自己的腐肉直接扔到水里 好家伙 荒野求生吃鱼肉我见多了 为于吃自己肉的我还是第一次见 时间来到21天 今天是彻底的日子 来这几天就饿了几天 家里也没什么行李要收拾 根据地图提示 距离测理点还有4公里 带着水上路只会是负担 刚好锅里的水有很多蚊子的幼崽 喝了既能补充蛋白质还能解渴 反正我是不敢喝 家里却喝得挺嗨的 山路非常难走 而且还要时刻注意野生辣条 很快他就被一条河流拦住了去路 一眼看去水下全都是小可爱 这是节目组挖的坑 想拿奖金就必须跳 下到河里家里拼命游 就在鳄鱼追来的最后一刻 家里最终还是来到了岸上 4公里的路程 他硬生生走了两个小时 终于看到了公路 也看到了卡车 坐上卡车意味着家里已经挑战成功 接下来还有谁会带来精彩挑战呢 我们一起期待下一期节目吧